首先我不知道你注意到了没有 他讲的是三峡后续问题的一个规划 没有提供成两个字 第二个就是我们认为 他提到的这几方面 实际上是已经掩盖不住了 你不说政府不说 但实际上是几乎所有的人 包括现在中国的媒体 都在不断的报道这方面的问题 第三个就是最重要的 就是中央政府发布了这个规划之后 那么对地方政府 对于三峡上上下下的各个县 各个地区 所有受到三峡工程影响的地方 对他们来讲 就是又可以拿出一个大大的 勤款的单子来和中央政府要钱 所以就是看起来 就是好像说的是灾难 其实对一些官员来讲 只是心里就是偷着乐 因为又是他们弄钱的时候到了 那我们就在这边